我們看一看這邊 甲帶有一個白色 一個紅色 那你帶有兩個紅色 那你思考一下 我經過每一個回合在做處理的時候 甲帶最後的可能情況有幾種 一種就是一紅 一白 再來呢 有沒有可能兩個白色的 不可能 那有沒有可能兩個紅色的 有可能 所以甲帶了 甲帶的狀態呢 我們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 S1 就是一個白色的 一個紅色的 還有第二種 兩個紅色的 它有這兩種狀態 不可能有第三種狀態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式子來列一下 甲帶的一個基率 甲帶給你帶的基率 這是 S1 這是 S2 這是 S1 這是 S5 把它放在裡面來看看 開始來試試看囉 第一個 甲帶原本的狀態是一個白色 一個紅色 我要拿一個球出來 請問你 我這個球要拿什麼顏色出來 有可能紅色 也可能是白色 對不對 但是我要初始的第一個狀態 我如果是要 也是要一紅一白的話 那你講 我如果是拿白色的出來 基率是二分之一 放到椅帶以後 椅帶會有三個球 三個 齁 我們再加上 假設我拿出來是白色的話 它變成二紅 一百 二紅一百 那現在我要再把白色拿回來 所以白色的話 散熱三分之幾 一 一 好 加上 如果是拿黑紅色的回來的話 二分之一吧 那這時候 椅帶變成幾個紅色了 三個紅色 那我再拿紅色的回來 在多少 一 好 這是第一個S1的一個基率 S2呢 S1第一種情況拿完之後 S2變成要是兩個紅色 那你要兩個紅色的話 你一定要先把白色的拿過去 對不對 白色拿過去之後 椅帶裡面就會有三個球 而且是一個白色的兩個紅色 那這時候我要把它拿回來 什麼顏色的球 紅色的 紅色的 紅色佔了幾顆 兩顆 就是三分之二 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處理完了 第二種情況 如果一開始我的假帶裡面 它就是兩顆紅色的 那現在我要它的第一種狀態是 一個白色 一個紅色 所以要我從假帶裡面拿一顆紅色的出來 那因為現在的初始狀態是兩個紅色 所以二分之後就等於一 拿一個紅色的過來之後 到椅帶裡面去 三分之幾呢 拿一個紅色過來 假帶如果是二紅的話 椅帶就是一百黑紅 那我們現在拿一個紅色過來 椅帶變成二紅一百 二紅一百 那我要拿什麼顏色回來 白色的 所以二紅一百 取的是佔了全部的三分之一 就是一種情況 接下來 如果是二紅 最後還是二紅呢 二紅的話拿一個紅色的出來 放到椅帶去裡面 椅帶變成二紅一百 那椅帶讓它紅色回來是白色的 紅色的 二紅一百所以佔了三分之二 所以當作這種情況 你會發現你的轉移取占就寫出來了 分補的話是 下面這個是三分之一 所以上面這個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然後這個是三分之一 這個是三分之二 好 這是我的轉移取證對不對 這是我的轉移取證 我已經寫出來了 第二個 兩個回合後 假帶的狀態 好 所以第一個回合 三分之二 一 寫下來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初始的狀態 假帶是一紅一百 所以是一零 這代表另一紅一百 這就是代表臉紅色的 所以對第一個狀態 取出來的結果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所以這是一個回合的一個情況 再來呢 第二個回合 X2 X2一樣照寫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好 第二成為X1 X1現在是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好 這一場的結果 九分之四加九分之一 九分之五 九分之二加九分之二 九分之四 所以 卡帶 你就可以最後寫答案 卡帶一白 一紅 幾率 好 咦 九分之五 然後 兩個紅色的 幾率 九分之四 好 這是答案你最後的寫吧 你不能夠說我送完之後你就直接告訴我 直接告訴老師自己去寫答案 這是我們剛好利用這個條件 再把那個球的概念再講一遍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談了好多到類似這樣的問題 不想 接下來就是靠你自己去把那個 主要你寫出來 促使指有的話 接下來就是那層法而已 那你自己把它補充一下 練習你當你做做看 我來電子 我來電子